连睡觉都有脱水症症状!沈建宏演技大突破 沈建宏,左,和世元介在阿青,回家了都有突破表现 宣传照,2018402 华人首部探讨妥瑞症疾病电影阿青,回家了,由周美玲指导,沈建宏,世元介,王娟,王又妍等人主演,一日举行首映会,和沈建宏有亲戚关系的徐若萱,也出席观看 并给予沈建宏演技大突破的正面肯定 该片以妥卓杨青杀人案件为主轴,反映台湾社会问题 其中扮演妥瑞儿的沈建宏,为了变影参考不少妥瑞症会有的病状,我诠释的妥瑞症症状是一个综合题,它没有特定形态,是有二至三种的综合抽动症 她苦笑表示,自己后期脖子的肌肉变得很发达,睡梦中都会不自觉抽动,让你旁的世元介吐槽到你这时候天性妥瑞症吧 世元介则在片中,和同门师妹王乐园有激烈床戏,声音声过分逼针,引起观影群众惊呼连连 我们原本以为床戏只是单纯的概念为聊天,但没想到导演却说,床戏要从结束的15秒前开始拍摄 是原介修乃恩的说今天第一次看,第一次拍摄觉得很赤裸,但坐在隔壁的沈建红却已有所指的说10秒好快,打破原先害羞的氛围,笑坏众人